对于童星观众总是抱有很大的期待,这其实就很像望子成龙和望女成凤,不过很多时候,这都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,就像儿女的表现达不到父母的要求,最终却也毫无办法。 这下小童星面对的却是无数观众父母的期望,稍有不好事情,变得就会难以接受,今天我们要讲的陆思义就是其中之一。 年仅六岁的陆思义,就和成龙一起荣灯吹来舞台,并且凭借自己可爱的外表和精湛的演技令人所熟知,说他为全民妹们也不为过,也正因如此有很多观众。 对于陆思义在娱乐圈中的发展,有着非常大的期待,由于小时候的陆思义印象令人深刻,将为他在长大后,也一定是女神一般的存在,不过事实却并不是那么尽如人际,反而有着很大的偏差。 陆思义在四岁的时候就出道了,演戏的同时学业也不能落下,所以在娱乐圈中的作品并不是特别多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陆思义经常会,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参演一部电视剧,因作品非常的少,热度也慢慢的没有原来的那么高了。 直到陆思义与赵定领待到,参演了非常火的电视剧《花千古》时隔多年,再次火起来的陆思义,却和观众想象的并不一样,和六岁的他简直判若两人,让人难以置信。 在拍摄《花千古》的时候,陆思义也不过才十四岁而已,出演的角色和他的时机年龄几乎一样,是花千古的小徒弟优弱。 在荧幕上出现的陆思义看起来是有点胖的,与观众的预想是完全不一样的,因此是遭到了网友的攻击,吐槽他长残了。 年龄十四岁的陆思义完全不知道,该怎么去面对网友动意评价,因为负面评价谁都不想看见, 只能被迫退圈,花千古之后从没再参加过任何节目和电视剧的拍摄,一心灵意义的把精力放在了学习上。 上过高中的同学都知道,高中的学习可以说是最累人的,陆紫义的。 近兆也是瘦了很多,五官和四年前相逼出落得更加漂亮,令众网友感叹,真的是女大事发辩呀,也有人说减贼相当于一次整容,不得不说还是很有道理的。 现有知情人表示陆紫义没有回归娱乐圈的意向,毕竟陆紫义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陆紫义,成为女神的她,无据任何流言蜚语,对于这件事,你怎么看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